好 回到台湾棍台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注到是呢 最近呢还很夯的关于两个土地的一个征收案件 除了苗栗大谱之外 再来看到就是在台南市的这个反南铁东移的案件 那今天整个地形示意图在这里带大家看到了 但是现在就是要往东移的状况之下 所以红色这一块的区块当中呢 这边的住户有407户 通通都得因此要搬家 但是到底搬到哪里去呢 台南市长赖清德说 安排在另外一个站的金华区 但是刚刚黄先生告诉我们 那个站是在所谓的复都心 根本是还没开发的地方 所以他们这才在台南市中心真正的金华区 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那个火车站附近应该都是该当地的金华地带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东移案呢 所以呢这407户被迫要来移走 但是他们现在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案子了 这个事情要怎么发展下去 我们接下来就请湘龙带大家一起来看 在这里表示一定有很多意见不合嘛 好 这是拆迁户的拒迁户 不愿意搬走的拒迁户的诉求 还有政府的处理态度 刚刚讲浅顿法 那浅顿法现在政府说有安全的疑虑啦 那么征用啊 这个再拒迁户认为是征用不用征收 但是又说呢 政府认为当然是要用征用的 征收的方式才能够 嗯 常常就走下去 但重点怎么补偿 恐怕也是很多这种土地征收当中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地方 湘龙怎么看这事情发展 到底问题出在谁的身上 呃 我觉得所有的 所有的有关于这种就是民地征用 然后呢 除了不管基于公寓用途 基于就是说整个整个区段的重新开发 它会引发争议 其实重点都只有一个 就是它的一开始的时候呢 整个的整个的规划的受益者跟受害者 他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那受害者跟受益者不是同一个的时候 而受害者本身 他认为他的受害超过了 就是说就是他认为成的超过 他应该承受的 你给我的补偿部分的不足 那这是后面的部分 那因为我不想去谈政治 因为这件事情到到现在为止 他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照 当初是一个造妖精 让大家看出就是说 不管一些社运团体也好 或者政党也好 你在你在看待有关于老板的 就老百姓的基本的财产权的 就征用的时候 征收的时候 其实你的标准是经不起考验的 你通常都只不过是在非常廉价的选择 自己谁跟我比较好 谁跟我比较比较亲 然后呢 做非常廉价的政治表达 只要觉得可以三风点火的 我一定永永远就要加入 但是发现呢 我不好讲话的 我就躲到一边去 这样的政治人物 终究是会被唾弃的 但是在面对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因为他有几个参考点 第一个 其实今天赖清德市长 或者说刚刚的这个 雪天才委员会担任市长 他们或许觉得说 这个工程呢 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呢 会延荡 每个人听到延荡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对啊 这拖下去那还得了 可是坦白讲 从整个台湾的 主要的都会区的铁路地下化 或者高价化的工程来看 台南市是走得很快的 算快速的了 以台南市在 在五都的升格的过程当中 台南市其实引发非常多的争议 就是台南市有条件 升格作为五都之一吗 那今天呢 高雄市的铁路地下化 也才刚开始做而已 那台中甚至规划 准备要用高价的方式 那其他的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 其实也都不过做了一段 桃圆根本就还没有做 没错 台南市其实动作是快的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台南市在整个的 它的一个铁路地下化的过程中 以它都市发展的速度 跟台湾的其他几个都会区 发展的速度水平 以它人口结构繁荣程度相比 那撇开就是你要强调台南的特殊性 它文化古都啊 等等这些条件之外 我纯粹从商业跟都市发展的角度来看 台南的这一段的地下化 眼前我可以说还没有迫切性 相对于其他其他都 那如果你认为就是说呢 我当然长远来讲 对都市发展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只是说 你今天去跟居民去做公法 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权益方面的 这些妥协谈判 时间是还有的 不需要这么急 我真的觉得不用这么急 就像很多的社运团体或者政党 每次碰到大普那四户的 就讲说你有需要这么急吗 四户都不急了 这么多多户你这么急 干什么呢 何况苗栗县政府 他终究花了将近两年多三年的时间 处理了九百多户 剩下四户 而那四户都有个别的问题 好那这些其实 还一个参考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住在台北 台北在过去几年 就是说都市风貌的改变 最直接跟这个案子有关的 就是市民大道 市民大道怎么来的 就是整个铁路地下化 之后所浮出来的 没错 但是在台北的整个铁路地下化 从板桥然后到南港 这一段都在地底下 请问在这个地方牵涉到的土地的权益 跟居民数量有多少 吓死人的多 可是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面 请问这一段有征收到一坪土的土地吗 一坪都没有 那它基本上面就涉及到你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采用怎么样的技术 但是政府不管中央或者是地方的 其实他们都不好意思讲 有一些技术它可以选择在对民众的权益 破坏最少避免引发民怨的那些的工法 它之所以不选 其实只有一个成本考量 就是要花比较多的钱 我如果要用浅顿的方式 我还要用临时轨的方式 本钱要开得高 那每个人就觉得说 中央当然我尽可能少补助地方 我也尽可能少花钱 这种是其实政府方面来 他最不愿意讲 他就是要多花钱 浅顿的话基本上对于 可能他们就说这些资救会 他们认为浅顿对我们最好 我们要住了这么久 这些铁轨可不是国民政府来才有的 日据时代就已经是这个样 他们百年以上 那我听噪音听了这么久 好像噪音没有了 然后你叫我搬离开 我当然情感上会难接受 他除了居住的情感之外 还有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情感 对他们来很难接受 我认为在工法上面来讲 其实还很有讨论的空间的 台南市政府并不需要这么的迫切说 我一定要很急着在什么之前完成 因为我的都市发展的样貌如何 台南市的都市的发展的进程 相对于其他不管是 不管是北台湾的三都 台中或者高雄来讲 台南其实还有好好谈的空间 是 我们谢谢向荣这方面的分析 不同的角度带大家来看 第二他到底是不是要这么样的急 如果说到讲台北的田路地下话 花了多少时间 做了多少的事情 做了多少的沟通 做了多少的迁移 对台南这一段来讲的话 相较之下 他是不是还可以多一点时间 好好的谈 好好的聊 但这边我们就要请教黄先生 所以刚讲的沟通 并没有 你刚在广告之前说到 你觉得你们的市长 就觉得对你们已经法外施恩了 怎么还有意见呢 去哪里安排好了 还说用成本的价来买 把新房子卖给你们 你们为什么还有意见呢 但是像刚您讲 您自己 自己带住在这里 住多久了 这个地方的老房子 古厕对你们来讲 是有多大的情感在 我个人的家庭 我父亲 我阿公 在那边居住了100年以上 那我个人 我自己现在是住在台北 但是我 这是我的老家 在那个地方 所以应该第3代 第3代 都已经在那边百年以上了 当然是有感情的 所有的居民对自己的土地 当然是有感情 但是并不是因为感情的因素而已 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是不对的 而是说征收本身 征收本身有没有道理 因为征收它必须要有一个 它必须要有公益 公益性 公益性 这个公益性我想大家的看法 对公益的定义不见得一样 基本上这是一个对大台南 也许是一个相当程度 是有公益性的没有错 但是公益性并不能够构成 所谓征收的要件 征收还必须要说 它要有一个必要性存在 就是说我真的是 没有你的土地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施行这个工程 动不了了 原来台南这个铁路 为什么我们叫做反铁路东移 是因为它原来有一个旧的版本 那个版本事实上是 就是不需要征收这么样的土地 那个版本是征前市长的 还是在更早的 那个是在民国86年的时候 所以就是市志明市长时代的一个版本 那时候中央就是有提出一个案子 而且已经通过了 它事实上路线都有一个 很清楚的路线 然后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估 那问题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个转折 从原来的旧案变成新案 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它的原来就是说 只是把临死轨射到铁路的东边 将来会移回去 永久轨是设在这个 现在台队的下面 这个原来轨道的下方 那现在的所谓新案是完全把 他把他自己的地控下来 铁路局的地控下来 他要把所谓的轨道移到我们家 所以叫你们要走 叫我们要走开 问题是这样 为什么旧案不能做 你现在要变成新案 然后要来征收我们的土地 有问过好好问过市长吗 我们这个已经沟通 他根本不要跟我们沟通 然后后来用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一些理由 他最后因为我们 我们的这个 他后来说也召开了一个叫做专家的会议 那专家会议本身也不是 也非常不公平 那就找了一些台南市的这些 他们找了四十五位教授 给自救会五位的名额说 来你们 那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些说明 那个都是因应台南市 我们自救会为了自己的土地 在奋斗这样子的人 前后跟你们沟通过几次 前后我想超过 超过两三次吧 也才两三次 也才两三次而已 今年才开始的 那后来后来他也找了我们的会长 找了我们的几位去 那当时我们在闭门会议里面 就就跟他讲了我们的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我说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去 自救会的版本基本上其实是 就是跟救案是一样的 自救会没有那么能耐自己 去推出什么样的案子 新的版本 那我们当时还特别说 你们千万不要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立场就是说 我们东侧已经很可怜了 那你不管什么 你千万不要去弄到西侧的 铁路西侧的人 那不是我们的用意 但是当时在闭门会议里面 讲得这么清楚 回来一出来 市政府就完全不是这个口径了 他就说自救会的方案 就是要去动到西侧的 他还挑拨分化我们 就是说一直在抹黑我们 然后他提出最后市长他说 好我决定还是所谓中央核定的版本 是比较好的方案 是 什么叫做比较好的方案 也就是说 事实上救案不是不可行 而是比较不好 在他心目当中 但是比较不好 是不是变成说 比较不好还是可以做 那你既然有选择的时候就不能够增收我们的领地 比较不好是对谁比较不好 对没有讲出来 这个是重点 你认为比较不好 但是市民觉得对他们好 他讲的对谁比较不好 他讲的非常的很奇怪 他说比较不好是因为说施工期会多出 就是时间的压力 在七年八个月的供期里面会多出六个月 他讲出台南有几个地下道 他说有一些大车子不会去碰到 会在交施工当中 但是我们很仔细去数过 大概每一千部车才有一部车 大概是四点细节我不知道 大概是四点五米左右的 这些都是他提出来说 这个就是他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这个不方便 造成我们四百多户要被征收 是 这个比例就相当的悬殊 就是所谓的不合比例的原则 如果所谓的不好的方案 是因为要多六个月的供期 不知道观众朋友 您觉得这叫不好的方案吗 多六个月的供期 然后还要把这四百零期物 通通给迁走 这叫做好的方案吗 我们就这边 接下来请许谦市长 虚伟员来 虚伟员 整个地下化的过程当中 您参与其中 我们说84年是市致民时代 提出的叫做 明蛙覆盖施工法 永久轨逝于就现在的铁路的下方 那么借用的是铁路东侧的民地 建置临时轨 但是还特别要求铁工局 你想你办法缩小土地的范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 这个原本自救会 您认为这个方案 你们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 就在84年 市致民市长率先提出来之后的方案 但可能到86年 你们认为那个OK的方案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也给修正了 但是许市长这边就告诉大家 进行都市缝合很重要 但是浅顿法施工 他就这样 那到了这个赖市长的时候 就直接今年三月就宣布了 要做东侧土地 就是做永久轨 那么原本的临时轨呢 这个要 原本临时轨部分就不管了 重点是呢 要征收这407户的土地 我不知道委员 在这里有多大的一个落差 那这个他们的心声 之前你当市长有听到呢 现在为什么没有 在这个民国84年那个时候 它的这个施工法很明显 就是这个铁路 这火车还是在路面跑 但是从那个地点下面是在做工程 而且是民窝 当然是很高难度啊 是 是很高难度 钱一定花很多 所以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 尤其考虑到不要动到两旁的这个灵载 所以我们才会要求浅顿 那今天公务局 这个提出来的一个收帖 公务局的收帖 就这边市政府这个收帖 他说这个浅顿的话 因为地质的关系不能用 我想这个是技术问题 这个海底隧道都必须把海沙固化 再来这个浅顿 所以是钱的问题嘛 所以这一点是钱的问题 不是技术的问题 是钱的问题 要不要做的问题 真的这个钱花太多 不可行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自救会他们的写者专家 的代表也跑来找我 他说你可以跟我先征用 所以征用就是说你拆我的房子 铺设临时轨 以后永久鬼做好以后 临时鬼要拆掉 那这个地面呢 这个基地还给我盖 所以你赔偿我的 只是贱物 土地不跟我争说 所以叫做征用 叫做征用 那这一点我是 这一个外行人来讲 初步来讲 我是一直认为说 这一点应该好好的 来研究 听起来还蛮可惜的 即使多花一些钱 多花一些时间 一年给你好不好 是 这已经延大了十几年了 再多花一年 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树立一个 人权城市的一个标杆 台湾人权城市在哪里 好 所以重视个人的财产权 重视个人主义 他的想法 他的感情等等 对 这些个人的想法 就是人权 好 这比较重要 人权是比较重要 那接下来请纪委员 那这个人权我们讲的 对于国民进党来讲 最重视人权 最强调人权嘛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说 他们这就会跟 这个民进党做了沟通 8月4号的时候 苏贞昌来到台南市 跟赖青的一块座谈 那么但是在会谈上 那个我们苏主席 不断谈的是大埔案 但是呢 在这边喊了一句说 嗯 大埔案的问题是 怎么把人民当成敌人 但现在对于 这个黄先生你们来讲 像谁把人民当敌人 你们觉得是 谁把人民当成敌人 是台南市政府 还是是民进党 我不知道看到这个发展 我不知道委员你怎么看 14号的时候 他们还杀到了党中央去 但是被党在外头 这是民进党的作风 是苏贞昌的作风 所以双重标准了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他这个话讲得太快 那苗栗县政府 当然他的动作 或是手法 没有像赖青得那么的细腻 其实这次李宏远部长 他其实也不是在批评 就是说 跟大埔 跟南铁 拿起来这个 这个箱体兵 不是 他是在行政院外讲说 我们你看 赖青得市长 他的说法细腻 而且有兼顾到很多的 这个民众的声音 是 我拿一个比喻好了 这个赖青得市长 像一个无痛分娩 帮人家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助产无痛分娩 可能痛苦比较没有那么深 然后我们的 刘正宏市县长 好像是那种什么 那老的助产是一样 用推拖拉的方式 都感觉真的比较痛苦一点 那其实 在整个公共工程上 难一定 很难说不去影响到民众 私人的财产 很难 这个但问题是 你要怎么权衡轻重 然后你让 让一些少数人来怎么讲 就是说蒙送很大的这个损失 然后让公众来得到利益 可是公众得到利益 你必须要想办法 弥补这些少数人的损失嘛 这样才民众 怨队才不会那么深嘛 可是现在你看 我们的苏主席面对 这些四百多户 他却不这么讲 大埔农地为了张药房 那一户被拆 你看整个不只是跑到县政府 跑到行政院 甚至于跑到内政部 跑到立法院去升其他其他什么旗 我看整个 台湾的话先过来的 可是你今天相对于 这四百多户 你却怎么讲 没有闻生救苦没有关系 不闻不问 而且好像当成没有发生事情 我觉得 当然我们不是说 好像说 看到这个建立新奇 看到台湾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很高兴 不是这样子 而是我们要再三强调说 我们这个人权也好 或是公共工程也好 或是政策也要有一个普世价值 就是说 要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一识 而且 这些你说到 大埔去抗争这些人 哎 你不能说 今天赖金城市场 可能跟你 我今天不是都怂恿他们去哦 你 我跟他有点私交去的 就去那边抗争 或是这样去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失去你们当初到大埔农地那边去抗争的 那个那么崇高的一个意思 好 我们所谓的抗争呢 基本上呢在这里呢 如果觉得这是一个有失公民的事情 大家要发挥呢 个人的一个公民力量 那是不是应该同一个标准来进行 那么现在来到台南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 大家不太敢去台南市抗议吗 我们待会回来 谢谢